有一名21岁的台湾旅客邱燕玲 到马来西亚兰卡威度假 不小心溺弊 慈激志工动员关怀家属 从领遗体到火化全程陪伴 志工在槟城机场 巧遇出差的台北慈激人 接力关怀 强忍泪水 邱爸爸将耳机贴近儿子耳旁 让无法前来的妈妈与儿子道别 台湾籍旅客邱燕玲 到马来西亚兰卡威度假时 不慎溺弊 慈激志工机或消息紧急动员 协助询问文件处理 因为不信他们是外国人 在这边是除了整地申诉之外 也是语言不通 家属还没到之前 先帮他们了解应该要做的程序 然后变速短 要就是这些程序上的问题 也于兰卡威岛上并没有火化场 在领取一体后 需要通过水路 由渡轮将遗体送往内陆吉打州 巴东西拉镇的一座火化场 过程中兰卡威 玻璃市与吉打分会的慈禧志工 接力方式全程陪伴家属 祝福燕玲一路好走 隔天前往火化场 志工依然陪在身旁 在这个过程中 重点就是我们是要陪伴和复位 希望是我们把被伤化为救服 也再次的告诉他们说 生者心安 亡者才能够领安 在槟城国际机场 巧遇前来出差的台北志工 帮忙接力关怀 看到那位 我们台湾来的那位乡亲 然后怀抱着自己的小孩 其实很不忍 这几天真的是很感谢 我们实际的师兄师姐 师兄师姐 来帮助 处理我这个孩子的后事 那希望呢 孩子能够 好好的走完这一段路 能够跟着爸爸回到台湾 年日奔波 慈祭志工全程陪伴 单独前来的邱爸爸 也联系了台中的慈祭人 接力关怀 协助邱家走出背痛 大约新闻 马来西亚报导